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出血量 应该是动脉血管破损 要先想办法给病人止血 不然很快就会因为 湿血过度而导致休克 甚至死亡 这个我知道 但我找不到出血点 OK 让我来吧 林浩 我明白你想救人的心情 但你只是来进修的 没有处方权 出现严重后果 你是要负责的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能放着眼前的病人不管 现在也没有时间 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我会尽全力救他 仅此而已 放心吧任杰 我相信林浩 他在地铁上展示的医术 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 任医生 过来帮我一下 小伤口都已经缝合完毕了 你在我指定的位置进去按压 这么快 不过是转眼的功夫 他却处理好了这么多伤口 按哪里 就是这儿 可是这里没有任何伤口啊 我猜测出血底 应该是在鼓动脉的交界处 按压这里的话 就可以快速止血了 有人怎么能靠猜测 万一按压造成动脉 二次受损怎么办 别管那么多了 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快一点 好吧 我知道了 写不了了 就是这里 接下来 只要缝合好血本的破损 好了任医生 你可以松手了 这 竟然真的止住了些 快点 再快点 不行啊兄弟 这雨太大了 别废话了 我家房擦了 我要赶回去救人 前面积水 车过不去了 可恶 我自己淘水过去 你走吧 这也太多了吧 伤员已经清理出来了 好 慢慢的把它抬起来 放在担架上 轻一点 血压 高压八十 低压五十 已经控制住了 但伤着左腿被中部杂伤 骨折严重 必须马上带回医院进行处理 再晚 就要解枝了 来不及了 急救车要绕过积水处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现在连五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爸 爸 你怎么样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还晚了 爸 你是伤者家属 先别激动 医生 我爸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你先冷静一下 医生 我爸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你先冷静一下 你的父亲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受伤脚重 尤其是左腿的骨折 那你们还不敢一致疗 别耽误时间了 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你在这儿瞎嚷嚷什么 小杰 你先别出声 伤者的情况需要立即处理 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医院 但我可以保住他的腿 你愿意相信我吗 雷昊 你说的这么肯定 万一治不好怎么办 我有把握 只要家属同意就行 我相信你 请你给我把治疗吧 OK 那就看我的吧 你们先把病人的裤腿轻轻划开 我来试针 针 难道是中医 没错 这样抬病人的腿 它会疼痛难忍的 没事的 任姐 林浩应该是用针灸封住了穴道 起到了麻醉作用 你看伤者的生命体重并没有变化不是吗 运气不错 左腿没有开放性的大双口 也没有太多的碎骨游离 你只是摸了一下就能判断准确吗 当然了 行了别废话了 来帮我给伤者的腿部复位 好的 听我的信号 让你拉的时候就用力往下拉脚踝 明白了 准备 三 二 一 拉 搞定 OK 这下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再去医院做一些后续处理就行 医生 真是 太谢谢你了 喂 骨科吗 我是急诊科任军奇 任医生 你好 我是元方 你有什么事吗 我正在回医院的路上 有一个颓骨受伤很严重的病人 你们做好接受准备 伤到什么程度 初步判断 是小骨肥骨骨折 加骨动脉断裂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哪还有什么生命危险 听我的就行 你们骨盒那边做好准备 我 我知道了 快 把伤者抬下车 元医生 那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病人的动脉伤口都缝合了 骨折也复位了 注意不要过度治疗 这位是 他是急诊科新来进修的医生零号 刚才跟我一起去的现场 这小子虽然长得没我帅 但整天跟在任医生身边还是很危险的 不行 我要再努力努力 不能让任医生被别人抢走 刚才那个香肠嘴 怎么对我一脸敌意的 看我身边有个年轻男医生 我已经赶上来了呗 在院里 我可是有不少追求者的哟 就你 你那是什么眼神 看不起我是吧 今晚你和鱼儿宝先置上半夜吧 我和小姐先睡一会儿 下半夜再来跟你们换班 好吧 我知道了 任医生 来亲一个 做什么美貌的 是你啊 任医生呢 他在隔壁休息室睡觉呢 在隔壁睡觉 笑得那么维俗 你该不会是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吧 李浩 咱们是共同经历过磨难的好兄弟对吧 嗯 所以呢 所以就拜托你帮我执个班 我去办点事情 喂 你这家伙 今天好累啊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救援呢 是啊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多亏了零号 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哎 怕那么厉害的人 怎么会来我们医院进修呢 啊 谁这么没眼色 刚躺下就来电话 是零号 是零号 喂 什么事 嘿嘿 这就交换电话了 任杰 你动作还真快啊 刚接到120联络 花岗区有人被毒蜂给遮了 需要急救 明白了 咱们马上出发 小杰 你先休息吧 我和零号去现场 谢谢任杰 我先睡一会儿 人医生的摄影子一定很可爱吧 要是能看一眼 也不算蛮违肠 嘿嘿嘿 喂 你在干嘛 这是病人的X光检查结果 在医院要叫我主任 怎么会这样 这人运气真的好 受了那么重的伤 腿部骨折居然没什么大碍 什么运气好 病人的腿已经被人用手护胃了 你看这里的痕迹 足以说明护胃之前的骨折十分严重 您的意思是 任君旗在现场 对病人做了几节处理 肯定不是他 能徒手准确 服务这么严重骨折的人 连我们骨折都找不出一个 那会是谁做的 刚才几乎车上除了任君旗 就一个来进修的乡村医生了 你把病人家属找来 我跟他聊聊 体下注射身上限速0.5毫克 再准备安查减0.25毫克 静脉注射 好的 不行 毒风引起的猴头肿大还是不能消退 看来只能切开气管了 没错 你动手吧 我全力配合你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 我没做过气管切开 不是吧 拿着手术刀 干嘛 你不是不会做气管切开吗 我来教你 别怕 很简单的 甲中骨下方两公分下刀 看到了 这根就是气管吧 没错 纵向切开它 我 我不敢 手不能抖 你是急救科的医生 冷静点 你刚才的动作不是很准确吗 你刚才的动作不是很准确吗 这点困难就不行了 别让我瞧不起你 可恶 谁说我不行 成功了 恭喜你成功学会了气管切开术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转移给了外科做后续处理 OK 唉 这一晚上都没共合眼 一转眼都已经天亮了 急诊科还真是忙碌 林浩 那个 我 怎么了 有话快说 谢谢你 今天多亏有你 也不用这么客气了 毕竟我现在也是急诊科的一员 我还要给刘院长的母亲做复查 先告辞了 这样了 这家伙 对我的态度就这么无所谓吗 任医生 我给你买了早饭 林医生 这么一大早就过来 真是辛苦你了 唉 没事 都是身为医生应该做的 呃 令堂的情况怎么样了 传门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新上古编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啊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九龄斗雀公的孤雾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招款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里面的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全红武功下 是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一样的 一样的 哪 何时才能为您报告这话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物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